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可是我们都没有好好看看它。 由它就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神奇的角落,那里怪石临寻,人烟稀少。 它被沙漠盘踞,却又有河流拍打峡谷。 探险加鲍威尔说,我们还有未知的距离要奔跑,未知的河流要探索。 那里有什么,我们不知道,要探索的还有很多。 为了去探寻这个神奇的角落,我们就要驾驶这辆丰田Takoma,从密西根出发, 一路向西,越过田野和草原,去沙漠里徒步,在峡谷旁露营。 说走就走的旅行,固然听起来美好。 但如果想深入最原汁原味的大自然,带好充足的装备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次旅途,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呢? 旅途,我们做了哪些准备。 这是一次历史两周的犹他之旅,会有超过5000麦的长途驾驶。 一路早晚温差很大,白天可能会高达90度, 而晚上却又只有40度。 这些都将对我们的身心有很大的考验,因此,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就更显重要。 我们希望每天花在搭建和收拾营地的时间越短越好。 而这,就需要一个非常有效的收纳系统,来帮我们实现。 我们在座驾Tacoma的后斗里,装了一个滑倒系统。 整个后斗就可以像一个巨大的抽屉一样,被拉出来。 这样一来,不管东西放在哪儿,都不需要爬到后斗的最里面拿放。 这两个是两个椅子。 它展开之后就是正常尺寸的,但是它收起来非常小,非常便携。 一个档子的架,档子在一半。 给它一套就好了。 那这一坨呢,就是上厕所相关的一些东西。 这绿的是一个小盘,它展开就是一个艺人高的盘,可以换衣服,上厕所都可以。 然后拿几个棍,给它固定在地上。 把这个挥的是一个便捷式的马桶,展开之后就是可以用。 在华道的平台上,两个大箱子里,装有工具袋,拖车绳,气棒,汽车电瓶线, 各式各样的露营用品。 那现在抽屉就已经装上了,接下来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到这个抽屉上。 我们的移动厨房,就藏在这个大木头箱子里。 固定在平台的一侧。 这个大木箱子,就像会变锡法一样,可以变出我们做饭时需要的锅碗瓢盆,一切用具。 这套厨房系统呢,就是从做饭最后到吃完熟食,都能安排在这个小盒里。 首先我们有一个可以折叠的水食,可以洗菜,还可以当菜板。 然后我们这还有一个更多的菜板。 然后我们会带一个两个火眼的炉子。 它就是配这种天然气罐,就可以做饭。 底下呢,有做饭用的锅碗瓢盆,还有一些收纳盒。 然后会带一些手纳袋。 这边是一些吃饭的盘子。 这是一个装鸡蛋的小盒。 底下有助燃剂。 完了这还会带那个锡纸。 翻起来之后呢,底下也是有用的。 就是吃饭的筷子插了勺。 一些洗地剂。 一个洗碗块。 还有更多的筷子和火柴。 我们再看看两边侧面。 这边底下先是有一个咖啡杯。 这点上是一个烧水壶。 底下坐在火上,烧热水。 然后会带咖啡粉。 然后有油。 后面这里面是各种道具。 还有一些炒菜厂的啥的。 这个小匣子。 上面先是一个paper towel。 底下这个抽屉里面会有多饭用的调料。 然后有一个备用的洗碗块。 更多吃饭用的餐具。 还有洗手液。 所以这样是所有厨房的东西, 都会集成到这一个小盒里。 就非常方便了。 然后这个小盒现在坐着的地方。 这是一个桌子。 这个桌子也是一个便携的。 它装起来之后, 我觉得也是非常小的一个非常好收纳。 当然,在沙漠生存一定要带足够多的水。 一个5加轮的水桶和一个7加轮的水桶, 都装满的话, 可以确保我们至少连续4天的用水量。 车里我们也进行了巨大的改造。 车的后座已经被拆掉。 那兜里讲完了, 我们再来看看车里是怎么安排的吧。 左侧后座的位置, 现在装着架子和抽屉。 第一层呢, 是一个电子设备专用区, 底下是海绵垫着的, 然后它抠成了各种设备的形状, 所以它们都会有自己的位置, 就用完之后放回去也能, 一下就看着少了什么, 没少啥。 充电器也都是连在电池上, 所以它们直接就插回去就可以充电了, 非常的方便。 然后下一层呢, 是一抽屉衣服, 我们俩就一人一边, 然后都给它们叠成了这种竖着的形状, 就特别能看出来哪件衣服是啥, 然后也很好拿也很好放回去。 然后底下这个架子, 左边这个阁呢, 是放一些内衣和袜子啥的, 我们就一人一抖, 这样也比较方便拿, 方便找。 然后右边这个空间是一些跟睡觉相关的, 我们有一个大收纳袋, 每天晚上就用这个袋装我们的睡袋啊, 床单啊, 还有换洗的衣服, 然后把它们一起搬到车顶帐篷, 然后这样就比较方便, 然后后面我们还有两个躺。 本来是右侧后座的位置, 现在装有一个车载冰箱, 里面可以放得下至少三天的食物, 确保我们在野外也有新鲜的食材。 我们这回这两个礼拜呢, 带了一些bagel, 带了牛奶, 煮好的鸡蛋, 很多水果, 橙子, 柠檬, 带了洋葱, 肉的话, 带了一些香肠, 鸡肉, 牛肉和一些cheese, 然后剩下的就是很多零食, 像是薯片啊, 麦片, 还有蘸薯片的酱, 还有各种的干果, 可以直接饿的时候就可以吃。 然后还带了很重要的, 就是露营一定要烤的棉花糖和巧克力。 现在放的这个是guacamole和哈马斯, 就可以蘸一些薯片吃。 在此之外, 我们还带了更多的冻干食品, 以备不时之需。 它就是加了热水就可以直接吃的。 冰箱的上方用来刮一些帽子, 小灯等等零散物品。 为了给车载冰箱和所有电子产品, 提供足够的电力, 我们在发动机舱里, 多加了一块48A的备用电池。 在皮卡的后斗上, 还装有一个5加仑的油桶, 用来带更多的备用汽油。 小人家架子就固定好了。 我们的移动卧室, 将被安置在皮卡的后斗上面, 一个可以睡得下三个人的车顶帐篷。 它是我们疲惫路途的充电站, 而打开和收纳它, 也都只需要意想不到的很短的时间。 那这个帐篷是通过, 下面这几个螺丝, 给固定到椰杆上的, 一共有四个。 在自制的车顶架子上, 装有这副越野脱困板, 无论雪天或者沙地, 都能帮助车子脱险。 车顶架子的一侧, 还装着遮阳棚, 晴天可以提供阴凉。 雨天, 沙漠怎么会有雨天呢? 把这遮雨盆打开之后, 就摘不下雨, 这盆现在还是干的。 当然,灭火器和急救包也是逼不可少的啦。 为了保证车的水平, 我们在车子的后弹簧上, 加了空气弹簧作为辅助。 在大载中的时候, 增加空气弹簧的压力, 保证车身前后高度平衡, 保持最好的行驶状态和乘坐舒适度。 现在, 一切装备准备就绪, 我们就要出发了。 前方西征的路上, 有什么样的惊喜与挑战呢?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吧。 哦! 好吃! 哎呀, 我还是比熊聪明很多。 看后边杀熊那小点嘛, 那都是人。 我们就打算爬上去了。 不喝水。 不喝水。